另外呢就来看到是另外一个呢 在台北市东区四段呢 其实呢有一个违规摆摊的黄姓贺姓男子 这两年多来不断的被开单 而且被开了四十几张的罚单 累计的罚单呢 这金额呢是高达了六万多块钱 全部都不缴 每一回碰到警察都是嬉皮笑脸 而且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在前天呢 敦南派出所的所长巡逻的时候 就又对他开单了 竟然呢这摊商还对他呛下说 你算老几啊 甚至呢还骂出了非常难听的字眼 这所长呢忍无可忍 当然把这个男子呢带回了警察局 现在对他提出告诉